这已经是最近这几天 我们第三次介绍这款车了 因为这款车确实非常的特别 首先它是哈佛的首款硬派城市SUV 其次它的名字叫做哈佛大狗 非常的狗怪 我们第三次介绍它 是因为它的实车正式亮相了 哈佛大狗的实车相比于效果图 质感明显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狂野 硬朗的前脸 视觉效果完全不输奔驰骑和木马人 在国产SUV里绝对独树一帜 从车身的侧面来看 大狗有一些哈佛H7的味道 车身的比例协调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当进入到哈佛大狗的车内 给你的第一感受就是 这是一台哈佛版的路虎 因为本身哈佛大狗就是路虎的设计师设计的 因此和路虎相似就不足为奇 尤其是方向盘和旋钮式挡杆 真的是路虎的即适感 当然车内的折叠式液晶仪表和半圆的大屏幕 也是相当的具有特色 新车还配备了蓝牙钥匙 HUD抬头显示等高科技配置 另外空调区域和出风口的造型 同样很新鲜 哈佛大狗是五座车 其后排能够放置纯屏 后备箱的空间相当的可观 而动力则是1.5T和2.0T全都有 其中2.0T带四驱 并且还有后桥差速所可选 从目前来看 哈佛大狗在国内城市SUV里 绝对算得上是实力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